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大城小李 我是明光社生命及輪延研究中心的義務研究主任 Michael 淡約九月 我相信很多家庭和家長都再次緊張起來 因為你的子女已經開學了 不知道大家上學第一星期是怎樣呢? 有沒有一些特別趣事呢? 今天這一期的大城小李想說一個話題 源於有一間學校的開學禮 這間學校的開學禮相當別開生棉 但亦想不到引來社會內的一些討論 討論什麼呢? 討論究竟孝順應該是怎樣做法 孝順多面體 為何會有這樣的討論呢? 其實很有趣 事緣這間學校有一個很特別的開學禮 不只是同學 是有家長的 有家長陪同也不奇怪 現在學校很孝風 有時都喜歡讓家長一起參與 風氣也是這樣的 但這次這個有點特別 因為家長參與很隆重 因為家長和小朋友一起 一對一對 一起坐 不是,家長有得坐 兒女就要坐在這裏 要侍奉自孝 根據報章的報道 有些要斟茶 有些要凸骨 有些要剪指甲 總之就是要向家長和父母 盡顯孝道有孝心 有些同學參與 都可以說是一個很特別的開學禮 做完之後 當然有報刊報道 報章一報道 就引來很多討論 要跪在這裏 真是孝順 我自問 我真的沒有很多機會跪在父母面前 上一次孝順 之後我結婚時候 老爺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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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酪 然後再上一次孝順 都不是旦有些孝順 就是麥 deren不合格 老是опрос不及 考試考得不好 被人烹飲耳朵 還有藤條豬肉 又有 你說是不是要跪在這裏 才能代表到孝道 那大家就有一個很大的討論 要進去 我想問,作為家長或校長,你自己是多不多貴的呢? 很多人都這樣問 當然,帶來了這麼大的討論之後 校長都出來說 其實我不是說做作什麼的 想不到帶來這麼大的爭論 原來校義也帶來這麼多爭議 當然還有很多討論 校道是否真的要這麼貴在這裏做 是否稍嫌有些做作 如果平時不貴在這裏,那是怎樣呢? 那什麼是校信呢? 我想這些作為生命倫理 我們都可以去多一些討論 其實校信這個字 真的很難去意涵 老實說,在環社會 這當然是想當然 每個人都這樣做 有誰可以不孝順 不孝好 但是什麼是孝順呢? 如果我們試圖把它譯為英文 你會發現原來好像是不能孝順的 因為無論你說它是尊重 或是宴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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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也是感恩 感恩是未夠敬畏 但你只是敬畏又沒有侍奉自孝的問題 即是表達 你發現英文好像不太行 有點詞不達意 即是無法涵擠 試過用Google Google Translate 就試過找到中間的字 Finalpity Finalpity 其實我都不太懂得讀 因為我甚至問過一些英國人 我們有英國教書的老師 問完他們都不太知道什麼 正宗英國英文人 他說兩個字我都知道是什麼 孝順的道義 但是我們英國人很少 從來都沒有人這樣寫一個字詞出來 即是我們 Love and Care 那就算了 不用什麼 沒有這個字 但只是Love and Care 又好像不是 我們就要去問 其實孝順是什麼 是不是真的只有華人社會 才會有這樣的東西 是不是西方世界就沒有的呢 但是我們作為信徒 你是基督徒 你就知道其實不是 在《二不所書》六章二到三節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在世長壽 甚至在十課中也有說 這是大應許的戒命 其實在基督信仰孝敬父母也有 耶穌也很聽祂媽媽說 甚至很聽約失祂義父的說話 他聽天父的說話 所以智孝、侍奉都是有的 無論在東西方的文化 其實這件事也有的 又不是只有環社會才有 也不是只有跪在這裏才能孝順 這個究竟是一個什麼的心意 如何去表達呢 我相信還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可以讓很多同學 你慢慢和你的家長切磋一下 練習一下 還是不是 是真的做出來 希望天下的父母們都得到兒女的愛帶 也希望子女們都記住 掛心父母的付出 要多些回報他們的愛 但如果真的講到孝心孝道如何做出來 學校這樣做開學禮 就被人說 這樣做出來會不會做作一點點 如果我們實際一點 我們不做作 交稅 這個真的很實際 如果我們把這些倫理 這些我們原本都視之為你所當然的東西 真的把它落地 把它落地變成社會上執行的東西 有時就會出來一些 我又不想說是反效果 不過都相當提笑皆非 而大家都在做 例如父母是拿來免稅的 供養父母是一個免稅 我相信所有香港的打工仔 你都明白我在說什麼 每年報稅的時候 老實說 我們都要花盡心思 如何瓜分我們的父母 即是父母是你的 母母是你的 一人分一個 如果中間 父母有一個已經先行 先游了 只剩下母母 兩兄弟如何爭 誰要母母 誰供養 誰不供養 原來都真的可以 爭吵 因為都值一個免稅額 不是開玩笑 如果孝順實際實行出來 這些都不知道是孝順還是不孝 說到不孝 是真的有這個例子 剛剛都是大概一兩年前 先取消了這個制度 以往 如果你的家裡有老人家 不只是經濟環境 是住屋的環境 生活都無法照顧得好 即是老人家 例如他可能已經有一些長期病患 或者需要一些醫療器械 或者洗手間要改成傷殘人士的洗手間 而你的家裡是公屋 真的做不到 住屋人數很多 或者沒有人照顧 即是沒有辦法照顧 大家都不想 可能就要安排老人家 就要入住老人宿舍 老人院舍 可能有些是政府資助 買位 各樣 他就有一些收入的限制 即是資產的限制 各樣東西 有時迫於無奈 有些子女為了 都是要送他們進去 這些有資助的院舍 社會福利署 以往是需要這些子女 要填一張叫做 不公養父母聲明 在航頭業界 這個叫做 臭小子 真的有 我相信有很多 上年多的朋友 都知道以前 真的要填這些臭小子 聲明就明白 我不再養我 爸媽了 然後才可以安置 進去院舍裡受照顧 其實你也可以這樣說 是門面的事 你以為我真的不照顧嗎 都是簽名 或是隻龜 吃個生菜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但是法定上 你真的是臭小子 你真的簽了一個聲明 不公養你的父母 有些人 於心不忍 又或者都是於理不合 我又不是真的不要我的爸爸媽媽 為何一定要逼我簽一個 不公養父母的聲明 但是這個是政府的政策 很多年來 其實很多人都半推半袖 被迫什麼都好 都真的簽了這個 衰小子 所以說 如果你把孝道 真的要落實在社會的層面 原來 不是你想像的這麼簡單 其實以前 我們在大城小里裡 都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 如果孝順這麼好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立法呢 一定要有父母親 長輩在家裡 我們就必須對他 某程度上 例如一個星期要跟他喝自茶 每次喝茶起碼要三百元 蝦餃燒米龍蝦 龍蝦包春捲 腸粉一定要有 早上要講早晨 晚上要講早晨 要寫規定 好嗎 好像校規一樣 你發覺是不行的 因為孝順 孝道 是應該由愛 表達出來 由內心發出 當他變成了一些社會政策 一個制度 一個規條 甚至一個法律 唉 法律是沒有辦法 逼人去愛的 無論是愛人 愛家 愛什麼都好 其實逼的愛 就不是愛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孝順真的有很多事情去講 剛才講過 智慈達義方面 社會運作方面 當然最後更加可以講一下歷史和現代的層面 我們環社會通常都很驕傲於我們有這種孝道文化 家庭倫理是比較強 但其實我們剛才看西方世界都不是沒有的 也有很多西方世界的家庭其實都相當有愛心 那個legacy 那個傳承都相當做得不錯 例如在外國你也聽到很多大家族 不一定苦不過三代 有些已經是幾百年歷史 例如諾克菲勒家族 或者其他一些很大的福特家族 其實人家很多代都還在 沒事 也是家庭的傳承 是一個他們會引以為傲 另外 華人社會 原本就說孝道是我們很傳承 很驕傲 但是在中國曾經有一段時間 他真的教爹親娘親不如無主席親 今天誰做主席當然不說 但是這個也是曾經在中國的歷史一部分 在文革的時候 真的家庭倫理都曾經被打破 估計不到之後 就是今天 居然我們都可能要面對這個情況 因為牽涉青少年的嚴重罪案增加 所以我們現在的警務處處長 居然呼籲如果家長察覺子女有可疑 就應職報警 即使發現誤會也不緊要 這是什麼家庭倫理呢 當然我們不是說要包庇罪惡 但是如果已經去到互相築灰 這是一個什麼孝道和親情的社會呢 這個我相信 大家都可以多一些去討論理解 當然我們不只是看現在的情況 亦不是叫你去築灰 亦不是叫你跪下斟茶 不過這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大家去反思一下 究竟什麼才是真心做的孝道 什麼才是真心愛你的父母 你又如何去愛惜你的子女 大家也可以多一些時間去參詳一下